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 还是对福安的农民运动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眼下我们的工作重点 是要积极到各地去发动群众 开展土地革命 实行武装斗争 你说得没错 可是福安这个地方情况很不好 群众基础一直很差 这乡亲们也需要有个人给他们引引路 看来你们已经把工作做到前面了嘛 万一我有了危险 你们可要配合我 你们都有身份 那我呢 你呀 你就是这一家三口里最小的那个 好 走走 老李 来来来 好 好 这位都是相亲啊 相亲们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的同学老李一家 从缅西过来 顺道过来看望我 大家坐 坐下来 走走 你那里不是有红军吗 你那里不是有共产党吗 听说共产党很凶 杀人放火 共产共欺 胡说 共产党专门替穷人办好事 杀贪官恶霸 什么共产共欺 是这么回事 我有个堂兄在江西那边做生意 他有的时候经常回来跟我们说点共产党的事 他说江西那边的共产党 正在领着那些农民 一起闹土地革命 什么叫土地革命 就是说 要把这个地主的地拿出来 分给那些没有田种的穷苦人 然后也不用交地租 也不用交粮 就把这地给分了 那如果真是这样子 我们就要敲锣打鼓 白酒席了 种地不交租 欠的债不用还 自古以来就没有这个规矩 没收地主的土地更不行啊 那是人家用钱买来的 对啊 一开始我们也是这么问的 后来他们说啊 这个江西的共产党跟他们讲 说是地主老财的地 都是靠着盘剥穷人 收租放贷 敲诈勒索 偷鸡倒把弄来的 所以你看 那些地主老财 他们平时从来不劳动 整天享乐 所以说分他们的地 欠他们的租子不还 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没听说过 走 走 走 我听说咱们这乡亲们现在困难的 也生活不下去了 眼下这稻谷就要下来了 等到这稻谷一下来 这生活是不是就能缓过来点 不说稻子还好 稻子一上场就更丑了 光还地主的债都不够 哪还有我们自己剩的呀 一年的辛苦都要交给地主了 那要不就干脆 你们都团结起来 不给他交足 托着他 地主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你们哪 地主只有一个 只是一家人 你说你们这有多少人 大家都团结起来 就像江西的农民那样 也搞他个农会 就是告诉地主 没有 不交 最后地主啊 也得答应你 说得有道理 是啊 真难说得 说得多啊 你也可以说 是啊 是 我觉得道理 你今天注意到了吗 有人会开的一半就走了 我发现了 不过走的这两个人啊 他是富农成分 咱们主要依靠 评估农民兄弟 绝对不能依靠富农 不同的阶级 对于革命会有不同的态度 对于不同的工作对象 我们也应该相应采取 不同的工作方法 过去受李立三 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 我们打击了中农 也过度地打击了一部分富农 我的意见是 除了打土豪分田地 对于有些富农 应该相应采取一些 均衡限制的措施 而不能一杆子打死 不然的话 会对我们的革命斗争 带来一些 不必要的阻力 你说得太有道理了 今天可真是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啊 过去我爸一直是无所适从 真的不知道 从哪里下手开展运动 今天你让我的心里 两趟多了 书本是会教会我们一些东西 但更重要的 还是要注意实地调查研究 谁啊 我 福田 晚上用热水烫烫酒 对身挺有好处 你这个小同志 西海挺细的 我不小了 不是小同志 你以后得叫我福田 好 福田 福田 你给邓书记 端洗脚水了吗 我早就端去了 我做邓书记的勤务员 都好长时间了 他跟马书记刚睡下 真看不出来 邓书记 还有你这么细心的警务员呢 我们邓书记比我还细心呢 这都是跟他学的 是吗 真的 我跟着邓书记 都好长时间了 他叫我读书 叫我识字 还叫我打算盘呢 在我整理东西的时候 有好几次都不小心 把算盘摔坏了 有一天我看到邓书记 专门找了绳子 把它挂在墙上 后来我整理东西的时候 就再也没有摔坏过算盘 你看 我们邓书记细心吧 是啊 是挺细心的 福田 谢谢你啊 没关系 不用谢 你也早点休息吧 唉 农会是大家自己的农会 大家加入农会的目的 就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 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来 一起跟那些地主恶霸做斗争 这样我们才能保证 世世代代不再受他们的欺负回家铺 我们也听说 米西那边已经打土豪分田地了 可是红军来了又走了 好多人的地都没有保住 所以啊 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他们做斗争 我们家呀 就是米西龙岩县的 我们那里的穷苦人啊 就是依靠农会 联合起来斗地主土豪 大家烧了地气 那分来的土地 不就是我们自己的了吗 大家听见了吗 可是我们手里没有枪 怎么跟他们斗啊 只要我们大家坚决地依靠农会 我们所有的中农 贫农和故农 大家真正地联合起来 一起跟他们做斗争 我们不光将来会有枪 我们也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田地 那我报名 那我也报名 那我也报名 给他们登记 我也报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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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李 老李 立方 两个消息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 那就先来个坏消息听听 你啊 坏消息就是 咱们的邮寄队 得罪了白区的国民党 福安的国民党放出话来 要活捉你回去邀功请赏 好啊 我想知道 我这个人头现在值多少钱呢 不是还有个好家 好消息吗 讲来开吗 好消息就是 敌人的阴谋不能得逞了 为什么 张震的军队昨天连夜弃城逃跑了 是红军的东欧军攻入了张州城 对 毛泽东统治到张州了 到了 太好了 看高兴的你 你这些日子一直寝食难安 走 带你吃顿好的去 李峰统治 我得赶快打点行装了 你干什么去啊 去张州 去见毛泽东 你 毛主席在哪儿呢 我们到前面去看看 走 走 快点 走 走 同志 走 你听我说 快点 我们真的不是奸细 快点 我们是来找毛泽东统治的 少废话 怎么回事啊 快点 白区来的奸细 叫几个弟兄给抓住 是毛泽东 这声音我一听就是你 是邓子辉吧 快快快 送吧送吧 来 我说子辉 你这是唱的哪一齣戏啊 你的部下一定要说我们是奸细 为了见你 我们只好是应下这个罪名了 这是不是傅老的大儿子福田啊 你还记得我啊 你爸爸还好吧 他挺好 挺好的 老同志啊 你抓的这个奸细啊 就是大名鼎鼎的邓子辉啊 对不起啊 没关系 子辉啊 最近一些日子 从白区来了一些奸细 打扮成农民的样子 来打探情报 他们啊 是把你当成奸细了 这位是 这是内人黄秀香 谁是你内人啊 毛主席 我是组织上派来配合他工作的 子辉啊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们俩是假扮夫妻 看来 你这个临时丈夫是不称职的呀 让人一眼就看出破绽来了 走走走 来 我请你吃饭 来 给你们押一惊 来 坐 来 吃这个 这可是好东西啊 来 小花 谢谢主席 我自己来 我知道 主席最喜欢吃红烧肉 子辉啊 当时 在苏家坡的时候 你照顾我 照顾的是非常周到 现在啊 让我呀 也好好地照顾照顾你 来 我自己来吧 小花 小花 倒是我得了一场大病啊 如果要是没有子辉 恐怕就没有今天这顿饭了 小花 邓子辉这个人哪 是粗中有戏 很会照顾人哪 没看出来 没看出来 那你还是不了解他 以后慢慢再了解吧 主席 你就不要夸我了 这段时间 小黄同志跟我在一起 虽说是个女同志 但是冒了很多风险 挺不容易的 女同志怎么了 男女都平等了 亏你还是个老革命 还有这种男女偏见呢 就像是 金国部长须眉啊 你可不要欺负人的啊 小看人的 我从来没有小看女同志啊 好 子辉啊 咱们书归正传 命难的工作 已经初步做上正规 你得考虑下一步的大事了 大事 跟红军去瑞金 去瑞金 所爱政府 在瑞金城里 有半年多的时间了 你这个财政部长 都能总是待在闽隙吧 所爱政府 需要你这个财政专家 来主持财政工作的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财政人民委员会 政府选举你当财政部长 主席 这我可难当不起啊 政府刚刚成立 需要你这个人才啊 建立了瑞金临时中央政府 可是蒋介石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中央临时政府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军事上 私下上 尤其是财政上的准备 我全力以赴吧 孙伟啊 在你接受财政部长这个工作之前 一定要有摆着不挠的心理准备 困难还很多 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好 好 闽南的工作尽快地移交 好 越早去瑞金越好 好 主席 我也要去瑞金 我没意见 只要子卫同意 不表态 不表态 算了 我同意你去 黄秀香同志 这段时间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 谢谢 秋香 我觉得你还是不去瑞金的好 回龙岩也可以继续干革命啊 正好我和福田两个人去瑞金 顺路安全把你护送回龙岩 怎么样 去瑞金这一路上 也是山高路远困难重重 再说你一个女同志 你不要小看我 我从小就是童养习 受过气风受过气 吃过的苦不一定比你少 我既然参加革命 我就不会怕吃苦 我参加革命 就是要追求进步 谁拦不住我 修香同志啊 作为革命者 我们哪一个人心里没有一本悲苦章呢 我自己的亲生母亲啊 坟地 就是因为地主老才认为是伤了他们的风水 曾多次遭到平毁 作为革命者 我们应该舍小家顾大家 应该顾全局 懂吗 那既然这样 你就更应该让我去瑞金啊 前一段时间 组上交给我们三个人的任务 我们已经很好的完成了 我个人的意见 你真的不合适去瑞金 如果你一定要坚持去 你必须要经过组织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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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交给你 你呢 працющani 你恼要经过组织的批准 其实在准准地 能不能بي主带 правда 有 prob 要不我和福田陪你过去吧 不用了 如果认识 范国山就到了 我去了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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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姬 阿嬷 少姬 你还回来干什么呀 阿嬷 少姬不孝 让您受苦了 我给你弄些吃的 好 阿嬷 坐下 坐下歇会儿 来 坐下歇会儿 全帝他们还好吧 你托人烧的话 我跟全帝说了 他不同意去江西 说既然你们解除关系了 就不连累你了 我们这样东躲西藏的 就是怕被反动派找着 就是怕连累你在外面做事 阿嬷 现在江西瑞金那边 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 相对安全了很多 您还是跟我一块儿过去吧 我不去 哪儿也不无家 我呢 就在家里啊 帮着全帝带孩子 妈 那您这样怎么能让我放心一下呢 少姬 自古啊 忠孝不能两全 你啊是做大事的人 不能被一些小事拖累 好 放心走吧 不用担心我们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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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田啊 我算盘呢 忘了带了 怎么会没带着呢 您 您都当部长了 该换个新的了 旧的已经用顺手了 习惯了 放心吧 给您带着呢 嗯 嗯 报告 邓部长 毛主委请您过去一趟 好 我就来 主席 你找我 准备 来来来来 坐 好 紫辉啊 你和泽民共同起草的国库崭新条例 我已经看了 不错 的确是不错 你还得多给我们指点 紫辉啊 我们要是能多几个像你这样 既懂经济又懂农运的人该多好 过去我们在苏加坡 不是办过学习班吗 我们还可以接着班班呢 好 说来听听 我想把苏区各地的财务人员 都集合起来 给大家的财务工作 和国库银行的管理人员 办个学习班 有潜入身 对工作一定会有帮助 你这么多年积累起来的知识 就派上用场了吧 紫辉啊 这件事情你就负责曹办吧 你是专家 责无旁贷嘛 好 交给我吧 交给我吧 同志们 我宣布 中华苏菲埃共和国财务工作者 第一届训练班 今天就正式开课了 好 邓部长 秀香啊 你说你怎么就突然来了锐金了呢 你能来 我就不能来啊 我要跟着毛主席 到中国最红的地方锻炼 你来这是组织同意的吗 我可没有违反组织纪律啊 怎么了 我来你不高兴啊 我不是那意思 你要是怕影响不好 可以装作不认识我 你这个秀香同志啊 真是够尿的 我们大家都是龙颜人 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呢 我只是想知道 你是怎么说服组织 同意你在这里 我跟他们说 我和邓子辉同志 曾假扮过夫妻 我没有办法嫁人了 所以呢 我必须跟他到锐金去工作 吓着你了吧 黄秋香同志 你知道吗 我有老婆 有孩子 还有一个 带我像亲生母亲一样的季母 我 我也没说要嫁给你啊 你等等 你到底想把你搞的 你是什么 你是谁 你做的 我没说可爱 可是她还有一种 人是我们的 你看到我 的儿子 要是你 就算了 跟你老婆 去的就在 2015 男子汉大丈夫心胸要宽过 你吃饭了吗 我吃够了 你起得比做饭的还早 哪吃的 给 你吃吧 我特意给你拿的 对了 昨天我忘了问你那个剪刀叉了 剪刀叉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好比说这个鸡蛋是农产品 那么煮鸡蛋这个锅是工业品 他们两者的关系应该是 我来讲给你 你看啊 我给你画个图 你来看这个图形啊 你来看这个图形啊 这条线 表示的 是我们用鸡蛋代表的农副产品 这条线 就是代表着铁锅的工业产品 这说明了什么道理呢 就是工业和农产品 实际在价差上已经失衡了 也就是说 我们的农产品生产的越多 这个价格就会越低 而工业产品就会越来越贵 秀向 想什么呢 我在想 这个剪刀叉呢 你说鸡蛋和铁锅 跟着剪刀有什么关系啊 真是想不明白 你就别想这些了 还是想想你的那位先生吧 什 什么先生啊 我还没结婚呢 不要再骗我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知道什么呀 你和邓子慧是夫妻 什么呀 你可不要乱说 我们那是假扮的 假扮啊 是啊 我们是工作需要 你骗不了我 你的眼神瞒不住人 你可千万不要胡说 人家是部长 你这样说 会影响人家声誉的 再说了 邓部长可真的是个正人君子 听说你们两个都是龙眼人 你心里喜欢啊 千万别藏着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他人好 又有学问 你 作为同志啊 这段时间辛苦了 苏区的财政事业 刚刚有点起色 更重要的任务还在后面 你可要多多地保证身体啊 苏区现在的财政工作 困难重重 我感觉压力很大 这一个多月来 中央苏区的财政 已经基本上有了规章制度 统一了税收 货币发行 国库制度和会计制度 同时还培养了一批 训练有素的财政人员 解决了过去财政上 各自为证的局面 这么多繁重的工作 你们财政部十来个人 就完成得很好 创造了一个奇迹嘛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你的这套制度是好的 它可以保证 中央苏区的基本经济运动 在这点上 我对你是很有信心的 我担心的是 这一次反美剿的困难 刚刚开始 国民党的军队 也是来势兴兴 可党内 激进冒险的左挺右挺 却越来越远准 一旦出现那般交困的局面 我怕会出大问题的 最近博谷同志亲自点名 要傅生平来锐进工作 我看这就是一个信号 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不可能会投 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都会坚决地执行 中央的政策 我们一定会做出困境的 子惠啊 另外 苏埃政府很快就会宣布 一项新的人民 你除了担任 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 土地部长 同时还要兼任 国民经济部的部长 任重道远 走 刚才我说的 都是博谷同志的意见 另外 我非常赞同中央 关于加速扩大 我们红军队伍的提议 同志们 现在我们中央速区 主力红军的数量是四万年 如果从现在开始 全力贯彻中央的提议 那么到今年九月份 一定能够实现 红军人数翻一翻 如此大规模地扩充红军 我担心 苏区的财政上 负担能力会有问题 同志们 今天既然由我代表 博谷同志来主持这次会议 有什么意见 大家尽管听 我会等他回来以后 向他汇报 扩充红军我不反对 但是我反对盲目扩军 因为这样一来 苏区的财政上 确实会出现问题 紫辉啊 你这个财政部长 不妨给大家 把账算一算吗 现在我们苏区总人口 只有三百万 由于长期以来 敌人的严密封锁 我们的裁员十分有限 按照我们主力红军 每人每天 一缴二分钱的 伙食标准来计算 仅这一项开支 一个月就是三十多万 这里还没有包括 地方红军 和一些相应扩充进来的 托产人员的全部开支 这么大的影响之处 钱从哪儿来呢 钱不会自己跑到我面前的 不然你这个财政部长 不就形同虚设了吗 谁来当这个财政部长 都要面临这些具体的问题 现在的情况是 税收已经达到了极限 苏区的地主和土豪 经过反复的伐木 财产差不多都已经挖干净了 即便是有个别的漏网之余 数量也极为有限 向白区去筹款 需要我们红军的主力作战部队 可是我们的部队 现在还没有恢复筹款的任务 照你这么说 我们是无路可走的 我只是在向大家讲一个道理 我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 来制定我们的工作策略 邓部长应当知道 合理的财政收入 应该建立在完善的国民经济 和可靠的税收之上 一个国家 不是靠没收土豪的财产 来生存和发展 说得非常正确 可是现在苏区的实际情况是 我们必须准备出足够的军饷 来支撑这次反卫奖 发展国民经济确实是根本 但是难以力见时效 现在唯一救急的方式就是 要增益货币 可是随之而来的后果 就是通货膨胀 所以 我们现在最好的途径 就是增加税收嘛 绝对不可以再增加税收了 邓部长 挖肉总比毕命来得实际吧 苏区政府从建立以来 我们的土地税已经从百分之一 增加到了百分之四 商业税已经从百分之二 增加到了百分之六 这已经是农民能够承受的 最大的极限了 长此下去就等于毕命 我们革命为了什么 为的是群众 我们革命依赖什么 同样依赖的是群众 对啊 没错 现在已经有很多商店 和作坊都倒闭了 现在商业都很萎缩 连保持原有的税源 都难以为继 根本谈不到暂增税 同志们 苏区财政的诸多难题 都是事实 但是红军要打仗 而且要打胜仗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实 福田 你干什么去啊 画园去 画什么园啊 你又不是和尚 当和尚还能吃个饱饭 邓部长身边的人 可不能对革命工作有情绪啊 那你拿出点钱嘛 什么钱啊 邓部长现在要在财政部机关搞募捐 要求每个人每天节约一个铜板 你不也是财政部的人吗 那我呀 可得离你们远点了 天天就知道算计那点钱 你呀 还是离他近点好 从昨晚到现在一直没睡 走了啊 我这一аемся 要够去 我这家学书 你那家学书 要不都别在乱 要不仅仅是什么 行 谢谢您 我还要天天天天天天哪 可是我还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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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 傅天 这么快就回来了 秀向同志 你怎么来了 你呀 还是老样子 工作起来不要命 我也想休息啊 可是咱们苏区的财政工作 困难实在是太大了 我在想 应该在我们苏区开展一项节约运动 如果我们每一个同志 每天可以节约一个同百个 一天就是十万个 一个月下来 就应该是三百万个 合成大洋就应该是一万块呀 如果把我们苏区的老百姓 都加入进来 在整个苏区开展一项运动 那就还应该称上三十倍 一个月下来 我们就可以节约三十万块大洋 邓部长 我能帮你点什么吗 不用了 我 我是说 怎么了 我可以捐一块大洋 秀强同志 谢谢你了 那 那我帮你洗衣服吧 不用了 还有福田的 你这个人 出了工作 你什么都不懂 你什么都不懂 邓叔叔 邓叔叔 你叫我啊 你什么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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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紧缺 军粮匮乏 政府决定向老百姓借粮 我们也欢迎群众 及时将一些油盐这些紧缺的物资 借给我们以支援前线 中华苏外政府已经决定 向老百姓发放借股票 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我希望你下去帮大家做些工作 邓叔叔 我行吗 只要努力学习 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好 去吧 是 这么晚了还没休息 还说呢 你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啊 来 看看 来 牛杂粉 好久没吃到这种东西了 真香 我呀 跑了好多地方才找到的 好吃 你要是喜欢吃 以后我天天给你做 我都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吗 我都了解过了 你们不是已经解除婚约了吗 我出来闹革命 他们被反动派抓到了监狱里 当时只有这个办法 可以把他们救出来 这是无奈之举 这是无奈之举 况且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了 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了 修行 你的一片真情 我真的很感动 还是让我们 做同志好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